挑战自我的吗 在这一张赛道上 其实冰破的计时啊 对 如果拥有蹭喷对象的话 是要比元气更快 是啊 所以如果在前期 你没有把这个优势给拿下 而且稳不住的话 就看谁是谁的工具人了 就看谁是谁的大哥了 看前面 千拳二侧没喷 CWW这边 DCO Bill没有冲到 陈奇自己的小侠不太多了 所以没有形成跟车 这边又没弹出来 拖了一点点打滑了 看这个管道处通过 明明顺利通过完美路线 但是不知道速度 有没有卡到四分 没有一个视角 但路线上还是比较完美的 是 看一下后半段 其实想要谁反超ECO的话 应该也是没有机会了 对 这边只能先拉近距离 然后后续再看一下 跟车的情况下 能不能抓到明明的失误点 在上一次签询的话 在这个撞翔点是多磕了一下 明明是通过 这一个弯道 拉得有点早 但还有一个关键速度上面 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然后后面 把小玉也给跑出来了 对 1.2秒的差距 快出更快 快出更快 1.1秒 看下这边转向过来的路线 非常的极限 但是想要谈话就有点难度 自己累进到处撞停的情况下 这样最后 越来越近了 故度上 但前期1.2秒的容缩率还是有的 可以攻击秘密 把比分扳平 6比6 双方战至最后一局 是的 JCR的赛点 WGM的局点 急速空港 怎么说今天谁退出 看吧 我觉得 对于敏敏来说 这种急速空港 这个坎 需要跨一跨 而对于千寻 这个赛系就仿佛顶路人一般 不管是自己之前的队友 现在的兄弟 都要引领他们一起前进 看起步 ECOBO 明明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ID加上这个空港 就引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个起步来说的话 其实感觉挺危险的 是的 其实没发生什么 但是感觉他路线的选择 好像就是不是特别的稳妥 有点摇摆 但来到后半段的话 现在路线能够稍微调回来 拉近一些距离 千寻蹭墙了 这边稍微影响一下 平补掉不下去 AQ并掉了 测试拉过来以后 看千寻现在目前 落后了1.0秒 拖接过来 明明路线非常的正 这如果要是明明一稳到底的话 千寻就是人生导师啊 是的 这个又空港 送你最后的胜利 迷茫当中的领路人 现在属于落后 落后0.9 而且又上强了一个 CW单峰的速度 是 就看明明自己能不能稳住了 没错 后半段的路线是更为重要的 千寻这边1.2秒的差距 再甩过来 59秒过去 CW 进入室内 室内曾经是明明发生 事故最多的一个路段 控车控住 再拉一个 完美路线 这里 小盆连续 两下小盆迭上 没问题 再拉一个侧身 最难的阶段已经路过 而千寻 还有一个难点 若是明明自己能够稳住的话 我们可以高兴 GCR 明明也是能够完成这一局的冲线 1分26秒7 也跑到了自己在继续控网的生涯 最佳战绩 千寻化身顶路人 带你走过这道坎 是的 你曾经走不过的这道坎 兄弟两个一起迈过 同时恭喜GCR 今天的比赛以3比0战胜 WDGEM收获 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不得报一个 看谁能够报得动谁 赢的报输的 那敏敏能不能报动千许 其实这个压力确实有 场上的压力可能都没有那么大 是的 让我们期待一下 最后这温馨的一幕 要照应一下吗 要照应一下吗 神灯压的 你神厉害 对可以啊 尽力了尽力了 尽力了这波 对 恭喜GCR 在毕竟熊 在最后一场比赛 收获了胜利 而对于两支队友来说 他们已经完成了本赛季的征程 虽然说他们都止步了八强 但对于谦虚来说 对于敏敏来说 在兄弟里面 你们可能是2D个3D 但在这个赛季 你们都是大哥 来自大哥的认可 来自大哥的认可 真的好样的 你想一下从联赛第2个赛季 打到联赛第11个赛季 生涯整整10个赛季 他们还都能够拿到最佳进步选手奖 而且这一次他们也脱离了原生的队伍 来到了一支新的队伍 跟新的队友组成了新的羁绊 一个新的征程 但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也都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也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享受一下下期吧 下期也可以 稍微放松一下 也可以多多合体 多比分 定格带了3比0 7比6 最后的第7分 1分26秒7 敏敏的极次空倒 可以 昨天其队况虽然赢了 但是赢的成绩是3比0 不是 我说我没有地气 记得他极度空倒的肯定 但是今天 可以 余思莫忘 胸中智 胜负固于少年心 WDJM指付辟席顺位赛 虽然说他们这个赛季 止步了 但是此时此刻 我相信 很多粉丝朋友 包括我们 都会想要发自内心的 说一声恭喜 他们 于1000多天 重新回到了季后赛 并且在季后赛当中 也打出自己的风赛 需要继续成长 且带号角又启日 烈焰如火再燎原 对于JZ2来说 这一次也是新的阵容 新的突破 是的 这两句词 也是非常符合 这两支队 JZ2 就是有遥远的火焰 最后一张又是极度风涨 敏敏 也做到了 选择 在后面还不断的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 来看一下本场的MVP是给到了JZ2的敏敏 抽现四次 打破了一次纪录 恭喜敏敏获得本轮比赛的MVP 在练练签羊上面 也是为昨天的自己画上了一个满意的句号 是的 再次恭喜JZ2 获得本场比赛生意 接下来来把时间交给蔡凡席 好的 欢迎来到蔡凡席 大家好 我是安东 站在我身边 是刚刚取得本场比赛胜利的JZ2敏敏 以及他的二哥千循 先和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JZ2敏敏 我是阿瑞 千循 千循 首先恭喜JZ2 今天是3比0 战胜了WEDGEM 今天的比赛其实相对于前两天来说 是比较轻松的 没有什么压力 轻松 轻松不 今天轻松一点吧 不是 今天3D是取得了比赛的胜利的 那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赛季到底是千金顶更厉害 还是敏试卡位更厉害呢 我觉得都厉害吧 谁用谁厉害 谁用谁厉害 那千循呢 你觉得谁的更厉害 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两个 他也会千金顶 我也会敏试卡位 不厉害 合二为一了 什么 这个卡位就升级了一下 那这一个赛季的征程 算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自己 这一个赛季的表现还满意吗 怎么说呢 挺满意的吧 算是挺满意的 那千循呢 我也挺满意的吧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今天两个人打完之后呢 虽然说是 携手告负了我们的季后赛 但是感觉你们两个人打完这个 这一轮季后赛之后啊 收获还是比较丰富的是吧 对 感觉收获了很多吧 就 享受比赛吧 今天结果也不重要 嗯 对 那今天这个你们两个人 在拥抱的这个环节 包括说举高高的环节 似乎出现了一点问题 那你觉得到底是属于千循的问题呢 还是你明明的问题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出现在了哪里 可能是我的静太小了 静太小了是吗 那还有就是 呃 接下来呢 其实对于后续的比赛啊 有自己老队友迎亲 包括还有昨天比赛当中 千循和云海的对决 虽然看不到你和明星的 最后的巅峰对战 但是为他们送上一点祝福吧 那我肯定是希望 男队越打越好啊 是吧 越战越勇是吧 嗯 拿出自己引用的状态 继续成续 对的 我就希望RNGM永不延弃吧 哦 永不延弃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 三星S23 Ultra 进入下这美好的一刻 既然都要离开这个舞台 那肯定酷一点 摆得酷一点吧 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出戏啊 你们这合肥组合 是不是有个大哥 哎 大哥呢 大哥叫人来吧 来来来 大哥 过来过来过来 看个 我感觉今天的这个合照啊 这个我给你们三个合照吧 来 大哥在 来 我给你们拍照 哎哎哎哎哎 来 然后我一跳 大哥来中间 大哥来中间 快点动作吧 快点动作吧 包帅 好的 非常的帅气 感谢三位 那么我们今天的采访就是这样 那我们稍事休息 最后一场比赛即将到来 准备好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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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